简介 生殖是生命的基本特质之一 也就是产生心个体的能力 心就是和生殖有关的一个概念 生命从简残的形式演化成复杂的形式 因此生殖机制也变得复杂 已开始的生殖 只是一个复制的过程 产生一个心个体 其机 若不考虑介乌有性生殖 和魔性生殖之间的形态 有性生殖和魔性生殖之间的基本差异在 因完全和原来个体相同 这种生殖称为魔性生殖 虎多禅细胞生物仍用此方式繁衍后代 这也是一些多细胞生物繁殖的方式之一二 另一种生殖方式称为有性生殖 其后代的基因是来自于二个不同的个体 不过也有些生物 第生殖方式介乌两者之间 例如细菌是有魔性生殖 但某个细菌的基因可以转移到另一个细菌体内三 若不考虑介乌有性生殖和魔性生殖之间的形态 有性生质和魔性生殖之间的基本差异在 乌繁衍后代所需基因物质产生的方式 一般而言细菌会在魔性分裂之前复制其基因 然后分裂 追虫细胞称为有丝分裂 若是有性生殖 会有另一重的细胞分裂 但其中间没有基因复制的过程 称为减属分裂 分裂后的细胞 只有一半的燃色体 称为配子 配子就是生物体用来进行有性生殖的细胞次 配子之间可以进行有性生殖 而且随住生殖系统一直演变 由详尽形态的雄刺配子到不同形态的雄刺配子 例如体积较大的 次培子及体积较小的雄配子5 在较复杂的生物体中 星器官会在有性生殖中制造配子 并且交换配子 虎多乌虫会有两性的分化 因此为分为雄性及此性的 不过也有一些五虫没有两性的分化 在同一个生物体中 可能同时有雄性及此性的生殖器官 称为雌雄坚性 这在植物中相当常见6 演化 不同形式敌异型配子 被活动细胞的异型配子 比软式生殖乱系 保齐精细胞 似不动细胞的异型配子 不同形式敌同型配合 被活动细胞的同型配子 敌不动细胞的同型配子 死坠合 更多信息有性生殖 有性生殖在11年前就 已出现在禅细胞敌真和生物期 性别演化的原因 以及为何性别会一直延续到现在 仍然是在争轮中的一体 其中有很多可能的原因 包括性可以创造自带中的变化 性有助物有力性装的散 波可以消除独立的性状 以及促进虫系列美的修复 有性生殖是真和生物有的现象 除了动物 植物及真菌外 原生生物也会 进行有性生殖 有些细菌利用结合来 在细胞之间 拽换基因 虽然和有性生殖不同 不过这也有住屋 基因性状的混合 真和生物中有性生殖的一项 特别是其配子之间的差异 以及其受精方式的二元性差异 1.各物体之中多样的配子虫类 仍视为十亿虫 有性生殖 不过目前尚未找到 有人以各多细胞生物存在 三重不同的配子八九时 性的发展是 在原核生物或真核生物 早期的阶段十一 不过性别决定系统的起源 在真和生 物相当早期时就已经出现 鸟鱼及部分架翘亚门的性别 是字的个理物性别决定系统 大部分的不如类鸽是 XY性别决定系统十二 有些昆虫十三 及植物也是 XY性别决定系统十四 另外有些昆虫鸽 是X0性别决定系统 决定系统酶有共同的的起源 而性燃色体是由鸟类积补肉类 共同起源的常燃色体演化而来 有一篇2004年的论文 比较积的自燃色体和压最瘦的 X燃色体推轮对两个系统有关系十六 XY性别决定系统